我们刚看到了要跟老师或者是主管来表露自己的心事或者是请求有人写奏折或者是有人写藏头诗 不过来看看如果要求老板加薪或者是多给一些年终奖金要怎么办呢 有些人不用明示是用暗示的方法来看到那壶有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 27号趁着老板南下出差就花了三个小时把老板的办公桌全部包上了红色的包装纸 除了希望老板业绩长红之外也希望呢他能够大方的包个红包给大家 由于老板呢一回到办公室看到一片红啊让他真的是有点意想不到 而科技公司老板也承诺了今年度有赚钱绝对不会亏待员工 你做什么 喂 带 这行啊 进到办公室老板的表情怎么有点怪坏的到底是看到什么 原来他的办公室这下变得一片红 不仅一次全被包上了红色包装纸 就连桌面和日用品也都没被放过 原来这间科技公司29号就要举办尾牙 员工们希望老板能给多一点年钟才趁着老板南下出差想给他惊喜 而员工们还特制了一本加薪布子 希望老板能再给个大红包让大家好过年 看到员工们这么有心老板这下也不得不给大伙一个交代 我个人都一直认为只要员工愿意认真努力工作 十个月十二个月我明年明年带他们去北海道都没问题 大胆帮老板办公室变抓 还好老板不动气还承诺加薪 一样员工觉得这次的冒险值得了 谢谢张派李晨佑台北部导 谢谢张派李晨佑台北部导